祝内各位金雄资美平安 网上的各位朋友平安 欢迎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 我叫王浩然 是王牧师 现在我们要学的是 华人圣经一年通 和斯托德博士 和王浩然牧师一起来学圣经 那么通过一年的学习 每天看一个频道 听一个频道 那么大概五六分钟 你就在一年当中 就可以把整个圣经的 主要的基本内容 有一个很好的了解 也跟你说精通的 很好 我随便祝贺你 你要坚持 那么我们现在是进入了第二周 第二周最后一讲 第二一讲讲什么呢 圣经的婚姻观 也是你很关心的事情 特别是不管你年岁大小 到了成婚的年龄 还有我们到了中年也好 对不对 那好 这个他说 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四节说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那么婚姻呢 在今日世界大受威胁 重温期圣经基础 是大有必义的 圣经创世纪二章第二章 第二四节是圣经为婚姻 所下的定义 后来呢 这定义呢 又得到主耶稣 这个主耶稣基督亲自确认 这就是显得更为重要 马可福音第十章 第十四节 基督教的婚姻观 涉及五大范围 这是这个斯托德博士认为 第一个 记者几个一 几个一 几个一 他一定是一难育姻 而这个一难育姻 是生物学的一难育姻 不是自己认同的 你记着啊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圣经里 是反对同性婚姻的 同性婚姻的 一夫一妻 对不对 男人与妻子都是单纯名词 旧约时代 也曾经接受过一夫多妻子 但是神妻出所定的 乃是一夫一妻子 好吧 还有一心一意 前面是说性别的问题 第二个数量多少的问题 还有现在讲的心思意念 男人离开父母后 必须妇找妻子 如妻私交 也许有一两个特定的情况 容许人离婚 但耶稣仍坚持 期初不是这样 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八节 还有同居关系 说欠的正式构成婚姻的 最基本的元素 尾身 第四 要光明正大 在联合之前 人先要离开父母 这个社会关系 说指的是 在公共情景下 合乎社会规范的行为 亲朋亲友 社会大众有权知道 发生什么事 第五 一身相许 二人成为一体 一方面男女结合 是神给人的 唯一的可以有性关系的 去延续后代的环境 另一方面 姓氏也是构成婚姻的 基本要素 在许多社会 拒绝刑防 足以成为解除婚约的理由 亚当下午 显然没有为姓氏而尴尬 夫妻二人 知身裸体并不羞愧 所以 由此可见 照着神设立婚姻本意的而言 婚姻乃是 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子 一心一一生一世相伴相随的默契 借着光明正大的离开父母 夫妻二人一身相许和尝 这是 因为啊 世界上 这个 有很多事情 到底是还是非 到底什么是对的 是吧 对不对 这个 关于这个婚姻的问题啊 直接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有的人非常有钱 都是想有个三七四千 比如说 香港也有这个 我们知道这些大富豪啊 他们有的是三七四千 对不对 那么过去呢 这皇帝是三公六院七十二非 那所罗门也是 对不对 那么呢 在这个到现在非洲有些部落啊 还是这个非洲也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到底神的本意是什么呢 怎么才是对的 怎么才是好的 怎么才是高尚受人尊敬的了 OK 那么怎么去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婚姻问题呢 OK 现在呢 这个同性婚姻问题啊 现在那是圣经的原始的这个讲法 是吧 圣经的讲法 一夫一妻子 一夫一 而不是 一男一 首先是一男一女 你不能是两女两男男男女 插混了 给动物交这个结婚更不合适 一夫一妻子 不管一个一个丈夫就一个妻子 一个妻子一个丈夫 只有他死了以后再去另一个 OK 所以这个这个说的说的很清楚啊 不接受 一心一意 这是我们最需要把握的事情啊 结了婚了 是吧 作为夫妻关系 你就得一心一 不能三妻而已 即便是他生了大病了 然后呢 你在外面碰见了一个你特别中意的人 你也不能跟他发生感情的关系 或性的关系 是吧 你对原来这个妻子要一心一意 是吧 我们就知道那个我最近读到那个宋美龄啊 他当年嫁给蒋介石的时候 宋美龄他的爸爸就是一个上海最有名的一个牧师 他那个他给他要的挑衅是说你必须把你原来原配的夫人 还要你的妻给修掉 否则的话我们家宋美龄不跟你交啊 那么最后蒋介石几次登报 确实他说跟那个原来那个妻啊 她的妻都没有关系了 所以呢 才宋美龄才给他 建立这个关系 然后后来给他结婚啊 OK 那么要离开父母啊 我叫这条什么的 是经济上 这个感情上 就是说一旦结婚以后 你这个夫妻关系成为你生活当中最主要的关系 你不能用父母的关系压过夫妻 那这个收入主要这个你要夫妻来共享 共同之辈了 是吧 对不对 那么夫妻啊 再说一生相许 那么你既然结了婚了 不管男方也好 女方也好 你要把这个 给对方 而且给的时候 这个性关系跟我们的只有给那一方 不能去给其他的人 是吧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讲这个 所以他写得非常好 一难一一夫一心一一 这个成为一体 这个奥秘 如果能做到这个 你好好努力一些 那一定会幸福 好不好 好 就给大家分享 所以呢 第二周的就全部讲完了 谢谢大家收听收看 然后呢 如果你喜欢 请你转发点赞 这个登陆本频道 谢谢